现在高丽菜盛产市场供过于求 云林县长苏志芬特别结合农业博览会来促销高丽菜 也鼓励企业认购 民众牌的长长队伍等的就是要从县长苏志芬手中客换高丽菜 云林县政府为了帮助农民促销高丽菜 只要凭着农博票根就可以连续三天免费获取一颗高丽菜 谢谢 帮助这农民给我们的菜 谢谢 谢谢 送出了高丽菜又大又美 拿到手里的民众各个都是乐开怀 在地的企业也回馈社会 一家餐饮连锁店一口气认购了20顿 另外国内的振兴轮胎和卖聊跆拳道协会 也各自认领了10公顿 因为现在是蔬菜的盛产期 县府希望赠送高丽菜以外 也希望能莫博览会可以吸引更多企业慷慨解囊 给农民一个希望 也提振国内的农业发展